在开年的一场春节红包大战中 支付宝、抖音、快手、百度、淘宝、拼多多、QQ等12个互联网平台 发出了超过132亿元的红包 在这场用户抢夺之战中 互联网传统巨头和新贵们瞄准的是互联网下半场 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但2021年 在流量增长枯竭、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平台经济反垄断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我们看到那没换作命运的硬币被一再抛弃 但硬币落下 展示出的并非互联网公司们期待的那一面 而更让人焦虑的或许是 更多的命运硬币还在空中旋转 不知何时落地 如果把互联网行业比作航海 如今的互联网或许正是大航海时代的末期 地利大发现时代已经过去了 2021年3月3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已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 依法对五家社区团购企业 分别除以50到1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2020年春夏之交到现在 社区团购在一年多时间中经历了巨头入场 监管施压 行业大洗牌 平台保毛利的大变局 行业门槛和产业链条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 具有强大护城河 长期商业化潜力大 合作伙伴盈利能力强 以及海外业务逐步发展的互联网平台 具有内容产品力 细分市场具有增长潜力 以及受益于行业变革趋势的内容方 在监管风暴过后 无疑将迎来新的黎明 元宇宙概念第一股RoboX的上市招股书中 概括了元宇宙的八个关键特征 身份、朋友、沉浸感、随地、多样性、低延迟、经济、文明